在沙巴雅比如果周末没事做呢 可以来逛一下会展中心 这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 那其实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有一次呢是food expo 就是所有的食物的展 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山人海水泄不同 过道的挨着别人的肩膀走 还有一次呢是家具展 那家具展览呢其实没有什么本地的产品 我看到很多西马来的参展者 那我们当时是在展览的最后一天呢 跑去买了床啊沙发啊各种各样的家具 本来他们说一个月就能到 结果呢我们等了三个月的家具才到 而且来了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好像质量 就是你放在家里那种感觉好像又不一样了 然后也不是说我们特别满意的 他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沙巴 就像这样子的沙巴人 你能不爱吗 他刚刚出来展厅就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停车 而且呢还用手势跟我们非常明显的说 来来来 哦 we got the best spot right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 lucky there here in kk they're never rude right yeah they're not rude at all I don't think I've ever encountered a rude malay here I never encountered any rude malay here either they're very polite well educated 那沙巴总共是300多万人口 有100万的集中在了kotakinabaru 也就是雅比 图展中心每个礼拜几乎都有不同的活动 所以如果周末没事干的话 带孩子来参加一下这边的会展 也是一个不错的消闲活动 又有冷气又有食物 所以那是干的 就是那是干的 不是不是 我是怕你记得 ≫ 好 有同事哦 对 那么 有夹的 不 没有 我還有一 Pan OK 每次来汇转中心我都会叫一个这样子的菜 就有饭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蛋 还有一个青椒跟一个秋葵 那小伙子还不忘了在上面加很多的汤汁 加一块印度薄饼 其实当天是有朋友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卡巴拉屋 来做一个consultation的 是一对一的关于干细胞的 我在美国是有打过冷冻的干细胞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因为我太健康了 除了有多一点能量之外 不会太容易累之外呢 在我的身上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但是我老公呢 他是有膝盖问题 就是说他打篮球的时候膝盖一直会疼 他打完局部的干细胞之后 的确是好了六到八个月的时间 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所以我们是相信干细胞是有效果的 而且这次呢跟一个印度医生聊 他就问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干细胞打完之后 疼痛的部位就不疼了吗 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 后来他就给我们解释了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东西 还有我们受到的伤害呢 都会造成身体各个部位 发生不同的炎症 那干细胞打进去之后呢 他就说会将这个炎症的 这个数字降到最小 这是神山的老江气泡水 大家看到的时候记得去买两罐喝啊 真的超级好喝 除了吃的喝的 酒店也来这边参展 包括Horizon的 都来了 想听最霸气的就是这个 卖Cookies的 问了一下还是本地的产品 那跟我一起来的朋友 John他的cousin 也就是他的表兄弟呢 就在这边 是One Roof Cafe 他们据说有一个非常好喝的咖啡 哈喽 可以 这个 可以 这个 可以 这个 对 这个 非常重要 1 million views 1 million 我们是做 我们是做咖啡的 很简单的东西 是哪一种痘痘 我们都有 我们看看 您解释一下 这机器是不是很贵的 这个机器很贵 对 这个机器要钱 要多少钱 这一台大概三万块 三万马比 哇 这么贵 我们这边是自家烘的 全部都是本地咖啡豆 本地咖啡豆 对 我们有分 我们叫平地咖啡和高山咖啡 Lowland Coffee and Highland Coffee 高山咖啡我们一般上称为 Arapika Lowland Coffee我们都称为 Robusta Robusta 对 我们也有进口咖啡 Robusta 进口咖啡 我们也有进口咖啡 都是自家烘的 我们进口生豆 我们把生豆从外地进口进来 然后再自家烘 对 这些你所看的东西一部分 没有二三十种 二三 但是我们没有全部都带来 二三十种 二三十种 到时候去女的店里面看一下 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也看得到的 或者是去超级市场也看得到的 来 吃吃 也是咖啡餐厅有空来吃啊 我们再去那边 OK OK 咖啡餐厅 Ses那边就是 哇 这个是薄薄的 这也是薄薄的 这薄薄的 所以要用了 这是白薄的 对 How much is it? Today 415 4gram 4gram X10gram 10gram So for 4000 plus plus Oh okay So let me Can I see You can touch Bayangkan Tahun 2014 Inni dia punya Breat And today After 10 years 415 Oh So you sell the gold like this This one D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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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Gram Oh okay 9999 So today I designed baru New look New look Better Looks better It's like a card Ni legend But Mass 999 Okay Thank you You can take my Hey ga 黑蒜 你要這個paste 還是你要牛 牛杂 牛杂是有paste的嗎 Oh沒有喔 我們只有這個Lisa paste 這個怎麼樣弄的喔 其實我們有加的 就是簡單的烹飪方式 煮費650 Cousin的水 OK 這個沙巴醬料 再加入那個 好的 夜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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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了 裡面有了 都已經有夜奶了 OK 對 這個可以帶上飛機的 OK 那我要兩包好了 兩包有抵抗嗎 有有有 兩包三十塊 兩包三十塊 一包吃嗎 OK 好 就兩包好了 OK 如果你餓了的話 可以免費過來這邊試吃東西 他們有很多攤位 都有免費試吃試喝的 因為我們來會展中心 就有點像美國 當年去逛Costco 有太多東西試吃了 你可能逛一圈就飽了 因為這些攤位也不便宜的 我可能要幾千塊馬幣一次 但是好幾天了 其實在沙巴買家具 真的是挺不方便的 因為它選擇挺少的 而且它的款式就是沒有那麼新穎 高檔的家私比較少 那這邊因為生活水平 人的收入也不是說特別高 所以一般來講 高檔家私可能都要去中國訂製 要不要買錢 在那裡 跟你們在一起 旁邊的收入也不是說 我還在一起 看下 冰箱洗衣機 亂乾雞 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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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邀请我们的朋友 因为他们在这边有做一个展厅 而且还租了一个私人的房间 你看到后面有很多私人的房间 其实是可以自己租下来的 这边的价钱也不算是很贵 他们打算将来是要以沙巴 作为一个干细胞的研究中心 未来要跟沙巴大学合作 去研究干细胞 这方面其实我也不太懂 有懂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 他们说是活的 在八小时以内要打 这沙巴为什么幸福感那么强呢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会展 任何一个就是很小很小的地方 你都能找到很好吃的餐厅 这个我记得好像一盘 大概是20左右吧 那算下来可能不到4美金 可能3块多这样 而且这边你不单能找到吃的 还能找到特别全面的吃的 就比如说中式的 比如说有汤啊 有咖喱啊 还有南洋菜 就好像这边的饭啊 海南鸡饭啊 还有烧鸭啊 烧鸡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的幸福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这边的会展中心呢 如果你要举办一个什么活动 它还有10人以上的那种操餐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大概按照人头来收费是100马币 一个人头 你可以有自己的包房 然后它还会给你提供这种 就是大屏幕 让你可以开会的时候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展中心 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就是无论是在吃啊 开会啊 还是娱乐啊 到现在中国跟美国的企业 不都在流行出海吗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那沙巴呢 其实是离中国的距离是最近的 所以呢 未来它作为一个国际的展览的中心 也是很不错 现在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 酒店房间问题 而且是高端的酒店房间问题 现在我觉得大家 其实出来旅游的手上都不差钱 那但是呢 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感觉体感 那现在的酒店房间呢 真的是爆满 我们的短租房 现在有7个了 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爆满的状态 那在沙巴的这种比较大型的会议 他们的官方语言 其实全部都是英文 因为都是能够听得懂嘛 那这次的Big Saba Show呢 是第二次举行 去年是200多个参展 那今年呢 有300多个 包括了30多个文来的商家 因为文来也是讲 马来语 印尼语 这个语系的嘛 所以他们几乎是交流 无任何障碍 那还有10多个泰国的参展方 那据说还有四个印尼的和两个菲律宾的 就是已经非常国际化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的 不知道中国的企业去到哪里了 为什么不来沙巴参展 像Food Expo啊 我们真的是挤都挤不进去啊 我当时停车的话 我们停到小山上去 那走下来才能够进入这个会场 其实这边的本地人的人口密度还挺高的 而且呢 像沙巴其实有差不多400万人口吧 那很多就是乡村的都会集中到雅比这边来购物 会诊中心有什么活动呢 就是在这个网站上面找siccsaba.com upcoming events at SICC 然后如果你想看中文的话 就把它变成简体中文的 就是读书派对啊 有一个图书展 美容博览会 还有时尚美食和化妆品加年华 还有一个清真展 有时候周末呢 我就会看一下siccsaba的网站 看看他们有什么活动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就跑过去看一看 顺便探冷气 sicc要开会啊 团建啊都可以跟他们去约 全天的这种会议呢 10个人起 是每人100令吉 半天的话就80令吉 还包很多东西 那这些资料我都会放在本期笔记里面 我问他这个吃的东西好不好 然后他说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还不错了 有想法的小伙伴可以跟他们去约 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还有开启小铃铛